来看详细内容 从下个月15号起 所有外国注册车辆进入我国时 需缴付6块4毛的过路费 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 这项新措施是为了应对马来西亚去年11月决定 向外国私家车辆征收过路费而采取的相同做法 马来西亚自去年11月1号起 向入境新山的外国注册车辆征收20令吉的过路费 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 新征收的过路费金额 同马国向入境新山的外国车辆收取的过路费一样 新收取的相应过路费推行后 从大市或乌兰关卡入境我国的外国私家车 需在离境时 连同外国车辆入境准证费 通关费和电子公路收费 一起缴付这笔新的过路费 为例者出贩将被罚款50块 重贩则被罚款100块 根据新的收费方式 包括外国车辆入境准证费在内 入境我国的外国车辆 一天将需要缴付最少47块3毛 最多53块4毛 当局已经在关卡张贴通知 提醒驾驶者需缴付的相关费用